大家好,之前跟大家分享过,现在是兰花的花芽分化期 那么可能有一些花有的兰花可能已经爆出了花芽花苞了 但是可能你会发现你的这个兰花的花芽花苞非常的少 那么为什么会那么少呢 其实除了光照啊,浇水这些方面原因之外呢 还因为我们在春天的时候啊,给它过多了发心芽吹芽 就会导致它花芽非常的少 为什么呢 因为兰花它的叶芽和花芽的话都是在这个甲林镜的芽眼上面呢 分化而成的 那么一个甲林镜呢 它的这个芽眼呢 大概就是六个左右 那么如果我们在春天的时候呢 过多的吹芽 让它一次多发了几个芽 那就会导致它花芽分化期的时候 这个芽眼呢 当年萌发的花芽呢就少了 因为它没有足够的这个芽眼供给它来啊 分化花芽 所以就会导致它开花开的比较少 所以大家在养护兰花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我们在它春天发芽期间呢 一定不要过多的吹芽 那么我们春天不过多的吹芽的话呢 我们在这个期间呢 再给它足够的散色光照 控水再来给它补充足够的磷甲肥 那么你的这个兰花的话呢 它的发芽才会多 这个花苞开花才会更多 好的 那今天就分享这里 我们下期见